我坐坐了快一个小时我在这里干什么 然后就看到这个大姐在这边卖甘蔗 可是我带了牙套我不能吃 我也很想吃 你吃不吃牙重呢 我牙套会崩掉 走了拜拜 看这位大姐在这里卖着甘蔗 卖了好多好多根 好像几十根有了吧 没有客人的时候就悠闲着坐在阴凉处晒晒太阳 哇这个感觉真的是太阳人悠闲加懒惰了 我不能再坐在那里了 我坐了一个小时 哇哇这个火腿蛋黄饼好好吃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个嘉华云腿小饼我买的是蛋黄云腿20块8超好吃 哎呀西双版纳也是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了 其实中国的城市建设城镇建设就是这样子 把每一个地域的人都带入了现代化的都市城市范围当中 跟西方很不一样 虽然这样子会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满足感 对国家发展的参与感 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点点小小的缺失就是地域特色消失了 哇4点半告状对面的货水广场 泰国风景街这边的餐位也摆起来了 我今天下午在走这条小道的时候 我在想为什么两边那么多桶 原来每一个桶都是一个餐位放垃圾的桶 现在这一条下午看上去悠悠闲闲的花园街 就热闹起来了 那我刚看了一下物价 物价喝的比那个告状要便宜 吃的好像要贵一点点 这些衣服也好像要贵一点点 哇塞 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小镇的偏僻的地方 停满了房车床车 中国身上真正太强劲了 哎呦妈呀这就是我要找的温泉 跟想象上差点有点远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呢 哇这整个一个大型游泳池吗 OK差不多知道了 打沙这边的温泉是什么样子 这个人也太多了吧 怪不得这疫情的这么多房车床车 我又绕了一下那停车场 天然硫磺温泉 价格倒是蛮便宜的 30块钱 不限时间 这边 这边呢 这边就限定了每个池子三小时 可以每个池子收费也可以整个池子收费 哇是什么样子 这池子干了 哦就这种小池子 还有这样的小池子 还有这样的小池子 哎呦算了 不太适合我这种年轻人 哎呦这个西双版纳的温泉这边搞的有点low 应该做的更好一点 但这个地方也不像是那种很高大上的温泉所在地 跟我以前常去的 那些在哪里 哎呦我都忘了 烈公圈我还蛮喜欢的 去了三四次了吧 哎呦我想起来了打在屏幕上 老年痴呆 嘎萨曼萨温泉 OK帮大家打了一下卡了 我自己是没有什么 欲望的走了 踏过最温暖的国庆县回家 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大大标示的核酸检测舱 均已经废弃 却变成了白日的西双版纳最吸引我住宿停留的景点之一 在某一个天 我甚至贴近了小窗户的玻璃 看到了内里的一片狼藉 但这些废弃和狼藉也表明 最难熬的 我缺失的故乡的那一段故事 已经彻底过去了 一双版纳各个夜市的顶废人声 故图火热鲜香的食物 刚刚过去的春节天假住宿的感叹在耳边回荡着 钢筋水泥的房屋还在不断的拔地而起 站在市中心的某个天桥上 看着穿梭的车流 好像疑惑着 国内的这座城与那座城之间 到底有什么不同 因为修建的感觉都一样 也许是 国内城市之间的表面差距 已经在慢慢缩小了 公交车上 司机和乘客因为空调和开窗的问题 刷卡是否成功的问题 剑拔弩张 高铁里 为了谁能先登上电梯你来我往 我感觉大家都好急 却又不知道在记什么 我把这些疑惑发了朋友圈 引起了大部分人的共鸣 但我随后却又默默地删除了 又是一个下午 嘹亮的歌声把我吸引到了 金光灿灿的大象公园走廊 老大哥老大姐们 在魅公河边载隔载悟 小朋友们在草地上细细玩闹 一片岁月静豪 实际上 西双版的程序周围的景点 几乎都是人造景点 并不吸引我 我选了块野地在岸边坐了下来 夜夜游客过来问我 怎么到对岸 他们以为我是西双版的当地人 就如同在泰国的时候 还被曼谷的小朋友 认为是泰国本地人 也许是 刚刚从喜马拉雅山脉出来的我 一副朴素日常打扮的我 确实太不像过来度假的人了 家里的路 也许比回家的路更加的艰辛 从自由游历大千世纪的天上 到复杂却真实的城市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请不吝点赞